乡亲的活动下帝今晚大家晚安 还记得吗 连胜文在宣布参选台北市长那一天 在什么地方 在圆环 不是在地堡 也不是在某一个高级的大酒店 在圆环 为什么 他要告诉大家 我虽然是权贵第二代 但是我一点都不权贵 我很亲民 我很庶民 甚至于我很平民 接下来 他的葡萄酒 从20万到4万 牛仔裤 从我们穿的几百块几千块 到一万块 所有的这一些连胜文 都是要告诉人家 我是一个靠自己努力打拼的 而且我没有靠老板 而且我不是靠台湾 我靠国外的打拼 我的经历 我的学历 我赚的钱国外 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你的钱财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钱财应该是清楚的 你赚的钱的一笔 你应该是拿得出来的 但是当他们去攻科文哲 讲到未来过几年 一直到来三个几年 讲到今天 现在什么叫做backfire 就是火火烧到林顺文身上了 林顺文到底要怎么来对应 新一波 整个台北市 甚至台湾的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 问说林顺文到底你那时候有贪钱 是因为你自己还是你来背 你老背还是有譬如说作与贺奖的 你里面有逆偿引力 你的财产可能涉取一道逃乎落税 这些问题对台北市市政府的选拟 应该是有影响 在这里和各位介绍 先与本国来面第一位 前立委刘文雄 大家好 郭敏东立委季国栋 主持人的向今 大家好 财新专家王爷王杰明 大家好 知识媒体的翁水敌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港关知识媒体的康仁俊 大家好 各位朋友 柯文哲办公室公布 他的财产 本能公布财产 他要求林顺文要跟进 但是林顺文一贯的回答 我已经向监察院申报过了 今天晚上林顺文参与的PTT 项民有约的活动 但是大多数项民的问题 还是和林顺文的钱财有关系 譬如说 金卫TDR的事件 你财产来源等等 林顺文可以继续回避 外界对他财产来源的质疑吗 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报道 我们会在市场给问的网站上 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你们有比局资调 更有建设性的问题吗 此书报局权 林顺文半个多月前就预告 会让项民问个告 晚上九点 真的就要亲自上阵了 项民当然没在客气提问五花八门 270题要看连顺文怎么接招 有人问他如何第一份工作 就当董事长 还有人问他 一瓶20万的红酒是怎样的滋味 花花公子女郎真的很性感漂亮吗 问题又够犀利 因为他比较不懂网路语言 他比较担心的这部分 路语言有加强训练吗 有一些啦 比方说专业的五楼之类的 然后我们会就会先跟他讲 因为他毕竟他之前没有用过BBS 就是PTT这样 幕僚帮忙特训网路语言 但其实大多数网友对连胜文最有兴趣的 还是他的钱财 将近五千乡名联署 人气最高的提问 就是连胜文被质疑炒股 内线交易的精卫事件 要求他公开过去的股票买卖记录 以供检验 排名第二的提问 也有三千多网友连署 问连胜文的财产来源 还向连胜文 柯文哲愿意提供扣脚评单 你敢吗 而第三名的提问更是直接 问连胜文强调不是靠霸足 是自己创业 到底创了什么业 以PTT的对我们来说 那个态度本来就相对起来 对我们来说是相当有压力的 但然后很多的网友 其实都认为说 我们这次会避战 或者是说找理由就不来 等等 但是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个想法 连胜营强调绝不确战 答案能不能满足挑剔的乡名 就看连胜文怎么接招 好 这里连胜文近平党很担心 连胜文今晚上被乡名 问你的钱财来源 最担心的 不是钱财怎么来 而是他的网路语言不行 真的是这样子吗 连胜文有讲 你们要查 对柯P讲 对社会长讲 监察院我就报过了 监察院才有公信力 柯文哲 你要选台北市市场 难道你不相信监察院的公信力吗 好 各位朋友 我们一开始 我们就先把监察院 所提供的一些资料 给各位看 我们先用这个来当做一个基础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2009年 柯文 连胜文要做这个台北市 悠有卡当属典型 你要申报 报到去 现金存款多少 32002.7万 股票4315万 这个债券基金有价证券 3058万 珠宝存款180万 还有专专业投资 这个尹太太 蔡医生名下 490万将近500万 我们看到了 海货投资是零 这时候 他当时的身价是 1亿1278万 这是当时监察院的 今年6月 他登记了 要参与台北市长 他就也向台北市 选委会也登记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 现金这五年之内 增加了1300多万 来到4528万 股票这边 4300多万 亏了1000多万 剩下3000多万 好 不过这边亏了 补上来 债券基金有价证券 3058万 增加到4000 增加了1500多万 这边都不加密了 但是有意思的是 这边海外投资 59万 台币有 台币有 就是他所谓的 EvenStar 59万 增并10年 所以 韩普朗朗 加减起来 这五年来得 他增加多少 2516万 我再讲一下 这五年之代 只在增加了 2516万 我们现场 有一位财经专家 叫做汪杰明 杰明我看你 这个前几两天 在友台 就提了一个问题 这五年中间 你又没在正式吃什么讨论 你居然五年增加了 2500 一年就增加了500多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这个是你在问 对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老师你刚刚秀这个资料 不论是2019年跟2014年 我们称资产负债表 就是说你是某一个特定的时间 公布某样的数据 而柯文哲公布什么 叫做现金流量表 他就告诉你 我每年我收入是多少 然后贯到我的所得 最后我的资产是如何 我们现在追踪 联盛文的问题在这地方 请你告诉我 你的现金流量表 你的资金是怎么来的 那我刚才补充一下 其实刚才说 它股票那个不是亏损 它应该是卖掉 1000多万的股票 转成是存款 或者到债券 不论怎么样 那个就是那个过程 我们就称之为现金流量表 你什么时候卖掉的 你怎么转的 你告诉我资金来用去卖 因为我们知道 过去这三年到四年 它是无业的状况 就是挂一个 这个永丰金的一个董事 但是奇怪的事情 在这短段时间 他怎么可能净增加 2500万的现金 那你这个现金要说清楚 你到底是怎么投资的 有没有可能永丰金 给他的董事 一年给他500万 没有 事实上公布的数据 永丰金给平均每个董事 大概在100万左右 所以这520是超过那行情了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其实我们比较在意的事情 是他在海外投资那个项 请老师再秀出来 因为当年他在担任 这个悠悠克董事长 申道海外的投资是零 对 为什么我们特别在乎 有问题吗 当然在乎这件事情 不要忘记了 今天财富他自己 非常骄傲的事情 所以他曾经有两份工作 让他非常骄傲 一份就是在香港成立的 Evenstar Subfund One这个基金 而且他说从2060开始 2070年经过三年亏损之后 开始有获利 我们也看到的确每年的 这个报酬率很惊人 那么我们就假设 他的这一亿一千万 就是他2019年出来的这个金额 他努力出来 那应该是来这个fund的 那为什么既然是来这个fund 在你海外投资 因为你今天我们都知道 自从我们有最低税付之后 海外投资跟国内投资是分开 国内投资是免税 海外投资超过600万要磕税 所以我们在申报的时候 你是海外投资 你就要秀出是海外投资 好 先停一下 所以柯文哲说 我在台湾赚钱 我在台湾缴税 请问连胜文 你在台湾缴了多少税 连胜文怎么说 我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海外打拼 所以因此台湾没有缴税 那国外赚钱总该缴税吧 所以我们就是要 为什么要现金的流量表 因为今天不论他在 摩根斯丹林工作 摩根斯丹林这么庞大的 一个金融机构 我一直在质疑他 他怎么进去摩根斯丹林 因为你知道 在这种全球大型的 这券商里面 你要进摩根斯丹林 你只有一个法则 我记得一部黑人电影就演了 大概五六十个人进去 要拼一席的位置 一席为什么决定呢 除了你要得到业绩之外 你还要考过Series 7 没有Series 7 你不可能进到券商的 所以我一直强调说 你既然去了摩根斯丹林 秀给我看你的Series 7 执照 你有Series 7 执照 我才正式知道 你是要资产部门 要不然你是在哪个部门 我们不是很清楚 但不论怎么样 你进了摩根斯丹林 你一定有税单嘛 让我知道你的财富如何累积啊 那另外一件事情 香港是亚洲地区 对于基金监理是最严格的 你只要是董事 到总经理到任何部门 你只要参与基金投资的 你就一定要有香港的证照 那你如果有香港证照 你可能连进这个讨论 股票投资的门都进不去 香港严格控管 所以我要说一句话 今天如果你声明说 你在Evenstar里面 是有挂就是执行的单位 因为他说他这个是 他创造收益嘛 那也是要把执照秀给我 但不论怎么样 Evenstar赚的钱 他不论是怎么去分配 都要承报香港的金卷局 金管局 那么这金管局呢 会根据你的资料来说 你看赚了多少 你分配盈余多少 你倒哪些口袋 香港一清二楚 给我们那个document 给我们那个资料 让我们看一下 到底你的心意怎么来 你不要去避开这样的议题 好 这刚刚讲的 我们跟观众朋友 简单介绍 当然是有点复杂 可是我想这个逻辑很清楚 这个Evenstar 刚刚讲的连胜文就是 2005年 连胜文与两位友人 募集了700万美金 700万美金成立的 他的概况呢 就总部在香港 主要投资可转载 那么可转载PIP 以私募股权的方式 来投资上市工等等 好 看看他的表现怎么样 2009年正式报酬7.8% 这个之后呢 09年以后 2013年 连续两年 在2013年之后 都有获得这一个 Asia Hedge的特殊事件导向 导向型的这一个策略奖 换句话说 我们光这一个 投资报酬7.8% 以这种情况来讲 海外投资报的是零 的确让人家问 那可不可以透明花一点 不过我问一下那个国东兄 这把火现在 也不过在三四天以前 或者一个礼拜之前 罗书雷在问 请问一下柯文哲 你妹妹柯美兰 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你这个这样那个 监督上 现在从周末开始 一直到今天 大概全台湾关心台北 就不止台北市 关心台北市选战人 都在问 连圣文 一你能不能回避 你对柯文哲的要求 二回避不了的话 连圣文要怎么面对 当罗书雷委员 要求柯文哲公布一些 就是MG49相关的一些项目以后 那柯文哲反而要求 连圣文要公布相关的财产 因为连圣文踏出来 对于柯文哲的讲话 对 反江一军 当时我就半括一下 就讲说 这是柯P正宁 撒出的撒手 鸡爪钉 要阻止罗书雷他的攻击 可是后来我觉得 不是鸡爪钉 而是所谓的回马枪 我个人觉得 从来这个钱的问题 就是连圣文恐怕 比较明朗话所说的 布帝公金公司角 这段时间以来 我很用心的观察 为什么民调老四 大概很平均的落后 柯P大概十个百分点上下 最新的是 柯P33.9 连圣文24.8 柯P还赢9% 恐怕原因很多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说 大概是最早就是 因为权贵的问题 一直延烧到现在 一直没办法做很清楚的说明 今天我们谈到财产申报 其实它还是有盲点 那刚刚的主任讲说 有人要求到提供 股票买卖的这个资讯 只要是在财产申报里头 本来股票买卖就要申报 叫做动态申报 像我们都有 我们在每年申报 都有动态申报 重点是 他的财产申报有个盲点 就是说这当中 你在担任公务员也好 或是你该申报的时候 如果说当中有一段时间 没有从事公职 不需申报怎么样 这当中漏尾规定 所以很显然这三四年来 连圣文他所增加的财产 纵使大家质疑 但是你很 他如果不想公布的话 就监察院的立场 或是官方立场 没有办法强行要他来公布 今天连圣文面对 其实不是监察院 是台北市民跟乡民 他不能跟台北市民讲 就是说你不是监察院 他不能这么回答 可以这样回答吗 是没错 所以 就是说那个是一种道德 道德的要求 不是法律要求 没错 那当然要参选直辖市的市长 首都市长 要做最高规格的检验 这一点应该连圣人要懂 所以为什么打从开始 一开始就是连圣文的阵领 跟罗书磊保持 一定的距离 可是连圣文不能一直 老是闷不吭声不讲话 他讲啊 到最后他还是要讲 但是我说实在的 其实到最后我已经看得出来 他有讲没讲是差不多 讲了反而增加自己的压力 所以我只能讲说 其实 真的 针对所谓的财产争议 就像李登会总统所说 我觉得 适可而止 两边 我说实在 连圣文到现在为什么 他一直民调散不来 就是那些钱的问题 现在在打他 我觉得他在掉也掉不太下去了 是 那么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为什么呢 我相信所有的选民 包括台北市民 对连圣文的钱财的那种好奇 绝对远远胜过对柯P的 不客气讲就是这样子 那么今天晚上呢 连圣文在面对PTT网友 讲很多话的时候 他讲的重话了 他说他们夫妻两个 总共买了800张的 这个等于说相关的 这个USD他们的股票码 都没有卖 如果有一股卖出去的话 他立刻推出选举 他就跟你讲 意思就是说 我没有为这隔离就对了 当然让我不约而同的 想起了当时那个 顶星卫家有个TDR 有没有 也是一样 那么周刊把它披露了以后 说总共 他们家族有172张 他立刻跳出来说 没有 我名下只有25张 而且这件事情是因为顶星 卷入一个官司了 他里面发现有所谓退佣 就是你的手术 为了退佣 发现有连圣文的 从这个股票的投资里面呢 包括很多的TDR 什么有的 你看一看就是都股票 就是这些钱就对了 这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连圣文他现在 当然连圣文他现在讲了说 我名下 或是我夫妻名下没有 是 我个人投资股票要20几年 我不一定会用我名下去投资股票 你懂我意思吗 你不知道什么东西 当然我不是说连圣文就这样做 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叫做人头吗 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叫做公司吗 所以这个东西对你来讲 对连圣文公布这些有的不的 对他来讲 不是我说了算我就挂保证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连圣文他们在面对 因为其实啊自己最弱的弱点 千万不要贪出来攻击别人 用自己的弱点去攻击别人 连圣文最大的照门就是钱 所以面临到柯P 我赞成那个借国东委员说的 那就是回马枪嘛 李翁MG14就把他摸到整个 我的地方 我就回马枪给你下去 我全部公布 因为我料定你不敢公布 结果没想到真的不会公布 真的没有公布 可是连圣文却说 却说他的发言人却说 市政府也好 已经有给他们了 然后监察院也已经查过了 扁政府实在就查过一大堆了 说整部 我问你嘛 那些所有的资料 监察人员也好啦 什么企政府不是都你提供的吗 如果监察院的财产申报可信的话 如果你个人提供给市政府的那些 资料是可信的话 那你爸爸当年申报财产的时候 为什么漏报了3628万 还被监察院划了30万呢 是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今年是2014年 那么你上次监察院报的是2009年 所以我问你现在身高多少 你说小学六年结果是162公分 这不一样 我们也不是问说你钱财来源不明 因为你讲一句话 我没靠老板 我以前都靠自己 靠自己有这么丢脸吗 让大家探一探 这可能是诚信检验的最好的办法 这段新报讲 收拾一下阿玉家兄 谢谢 这样喔 还不容易啊 所以才能够让他轻易逃过 秀出克文哲公布的MG149账户 国民党立委罗淑磊在报 克文哲收受叶克摩厂商违法捐款 金额还高达一个月20万 他每个月都捐20万给他 是哪个厂商 是不是叶克摩厂商 演讲有一个月固定给他20万吗 那这是刘如意的施账 他自己公布的施账啊 那要不要解释一下 对不对 为什么打电话去叫一些媒体高层 说你们有拍到的人 不要拿给罗书雷 我跟你说不要再讲天方夜谭了 那现在才闹得很好 我会待你一场 那个都是去 去 去一个trip 我们叫trip 就是说有时候去上课 有没有 但是我们都有签那个 那个叫什么 协议书 其实我是怀疑他这个账 有改过 那这一笔是不是 百漏一书啊 百漏一丝啊 是不是 是不是 改出 没有改到 就那本存责 既然可以公开 为什么不让人家拍呢 我希望大家媒体朋友们 趕快去拍那本存责 从那本存责里面就可以找出问题出来 魔鬼就在那本存责里面 心中光明磊落嘛 我就 因为那个是这样 几千笔账户 你这样动问西问我才是受不了 所以我态度就是这样 我全部都公开 我看也不用看啦 你罗书雷找到半年前就有了嘛 如果你发现哪里不罚 你要告就去告就这样 我没有办法再去跟你打乎雷战 好 各位朋友 候选人本身 当然钱财的来跟去 的确 不然监察院为什么要公 为什么要 即便是民选市长 也是要登记 为什么 就是因为钱财这一块 跟连结 跟贪污 有相当大的关系 那么 罗书雷先去质疑 柯文哲 现在大家就说好 尽量质疑 那是不是文雄雄倒过来讲 因为不是只有 柯文哲在选市长 袁胜文也在选市长 对 现在很多人 就在问 我们看一下 刚刚那个杰明 从财经专家的角度 谈了一些问题 很多人就在问啦 2009年那时候 才大概不到40岁 快40岁 他的存款就3000多万 股票4000多万 各位朋友 这样跟他说要接约 其他我们就先不管他 很多人也希望就是说 那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 因为你没看老婆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除了那些股票以外 你在那个时候 到底做些什么事情 从哪里赚来这些钱 如果市民或市民想知道 40岁不到 就有一千一亿多 这钱怎么赚的 这个问这个要求 会太过分吗 受检验当然是一定必要的 那我一直强调说 阳光安法案的这个财产申报 他手中不是在数字的高或低 而是你也没有诚实 这最重要 是 如同刚刚瑞德兄讲 说那个申报以后 就被3628万 我记得 没错 被罚30万 那就表示你申报不死 当然这不是联胜文 是联赞主席 那么联胜文这一部分报 其实 因为他现在选 以前没有当公务员 所以没有申报过 或者说我现在选市长 我重新申报 是从我现在开始 是 所有资料都是真的 是 因为怎么样 没有人去查 是 但是因为这一次 不小心有人 有人害了罗淑蕾 去搞这么大的事情 罗淑蕾害了联胜文 我面上讲 是 应该也是这样 是 那回头大家就去抓联胜文 所以你看联胜文 海外的资金怎么进来了 海外怎么投资 然后包括你这边的 以前2009年是零 现在是59万的海外投资 这这么多钱 现在大家想说 那请问 如果不是靠爸爸的话 那你钱怎么赚的 就像你刚才一直在讲 是 我在想啊 这个选举到这个时候来啊 当大家问你的时候 那就很抱歉 因为你前面质疑人家了 是 你本来可以切割得很清楚 结果你还跳进去 是 所以跳进去以后 就被姚立民说好 那既然你跳进来 我就抓 其实当这个柯文哲 把后面资料 通通公布的时候 就柯文哲那边的讲话 战争结束了 是 因为我就不用再伤脑筋了 是 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是连胜文痛苦的开始 我也贴啊 难道我连胜文没有墙壁可以贴吗 有 我不是不缺墙壁啊 那他地方多了 是 问题他没有贴出来 没有东西可以贴吗 那战争就不得了了 是 是 那现在你说这两天 你看这几天 那个王杰明 我不晓得王杰明这两天是吃了什么药 我不晓得 突然这样起来了 可是他讲的都对啊 所以那个药是仙丹啊 对柯P看的那个是仙丹啊 是 从他的执照 从他的钱怎么赚 甚至于说 好吧 你自己话也不要多讲说 我从来没有赚台湾的钱 那奇怪 都应该赚国外的 那怎么赚啊 赚国外为什么海外投资是零 是 所以我想这些诸多的诸多的问题啊 就再回到我刚刚讲的第一句话 这个阳光法案手重成实 是 就如同他的 我想讲一件珠宝 我本来不跟你讲太多了 是 他的珠宝啊 太太他申报两件 150万 是 现在是180万 是零下次的话 是 那今年呢 他申报五件 多三件呢 他太太的部分才多70万 那我就开始在查了 你这手表多少钱啊 这个 你这皮包多少钱啊 哎呀你这个 你那个 那个 那个 这个标准 公司提供下班又不能弄坏 还要还回去 是 群生上下一千多万 你的珠宝才220万 是 所以不诚实嘛 是 所以这个情况 我一直在讲 有钱没有钱都不是罪 没有钱的人也不是多高尚 是 有钱的人也不一定多 没有水准 是 问题是你有没有诚实 是重点来这里 人俊这个是 当然一个是个关键字 过去讲说 Honest is the best policy 诚实为上色 Honest is the best policy 不怕的温馨 对不对 好 现在就问 我们回到集中再一个问题 大家都在讲 他自己一讲 第二我没苦力 在我这几年都在海外 在打拼 可是 我们刚刚就看到了 很多人就想说 打拼这么多年 你2009里 这里是零 我觉得这里 已经很多人上 但是到了2014 比 我们就相信好了 人俊你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一下 一个在海外 打拼这么多年 累积到财富1亿多的 1亿4千万的聖文 连公子 他的海外投资是 代票59万 代票59万 其实我老实讲 就是说财产申报 或者我们现在所提出来的这些表 我相信以连家来讲 以他们这样的一个家族事业来说 我相信你所有的每一分钱 经过会计师多少人帮你算过之后 绝对每一分钱都是合法的 没错 所以我说你今天财产申报 或者公布财产来源 重要的不是在那个过程 重要的是你展现出来的态度 为什么讲态度这件事情重要 今天晚上联声文接受提问的时候 他讲一句话 他说我手上的金卫TDR总共有800张 如果我只要卖任何一股 我就退选 对不起我必须要讲 你有搞错方向了 你当然可以买卖股票 那是你们家的事情 我今天真的赔了钱 我要把这个股票给卖了 为什么不能卖 所以重点是你把这个所谓的 这个退一股拿来做退选 为什么讲你搞错重点原因是 为什么金卫TDR这件事情 引发大家的讨论 是因为你原先 因为你公开出来 大家质疑说你2011的时候 公开出来替他站台讲说 我看好他的这个所谓的 未来的这个产业的发展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散户 也跟着去买了这一档的股票 结果现在被坑杀了 如果照你的逻辑来讲 我们刚刚在这个休息时间 我大概估算了一下 如果你用他手势公开发行的时候 IPO是11.2块的话 你的八百档股票算起来 也差不多八百多万 那你负责人你没差嘛 你就八百万你说我 等的那些现在说 三百万四百万 你觉得没有差别 可是对于散户来讲不是这样 他今天散户投进去的是 几亿几十亿可能在那里面滚 所以大家今天会这么 不公平的地方在这里 而不是在于说 我今天买了股票 我真的愿意认赔 我就停在这个地方 我连杀出我都不要 台北市民要的不是这种 赌气的你知道吗 这种赌气势的 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这个 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现在大家在讨论这样一个态度 为什么会讨论态度 很简单 因为你连胜文一开始 就急着跟家里面切割 如果我今天就是坦荡荡了 没错我连家就是有钱 我很多事情就是我父亲帮助我 但是我还是我有我自己 我还是连做 我觉得你今天这样解释的时候 你的财产不会是那么大的问题 你的父亲可以逐年赠予给你多少 这个其实大家都能够接受 因为这是在合法的法规里面 你确实做 但是你一开始你就急着切割 这个事情就很怪 那我就讲 如果今天你真的要切割清楚的话 那为什么大家那么关注说 你今天住一个地保的房子 明明是你父亲 连家的产业啊 你也是要住这心安里的 然后你再来告诉我讲说 我不靠爸爸 我就不要讲你上面那个财产什么 海外多少那个 那我就只问 那你住的房子怎么办呢 是 那个杰明 我就用柯文哲的话来问 柯文哲 老婆拼了十几年二十年 一千四千万 他看连盛文 也是一百四千万 他就讲了一句话 我骑脚大车的 怎么会跟一个开保时捷 脚大车最贵 最贵就是普通的 就两万块好了 保时捷四五百万 我骑脚大车的 怎么会跟一个开保时捷的财产一样 这样我们这么讲好了 今天刚刚仁俊讲说一个态度的问题 可是我要用罗俗类的话来讲 细节藏在 魔鬼藏在细节里 就是说 今天如果摊出来 每一个都是合法 监察院不会有问题 可是合法的 是不是在来去之间 就站得住脚 有没有可能合法 可是是这么讲 是编出来的 我们要说这件事情的 要建在什么地方 来我跟大家报告 台湾每一年GDP在增长 对最近这几年增长的 大概也有将近50个百分点 那为什么我们的整体财富 没有增加这么多呢 因为都是境外所得 所以钱藏在国外 所以你不知道 到底增加多少钱 但是有些钱呢 他会不晓得怎么搞 又绕回来 所以我为什么那么在意 他每一年所增加钱 是来自什么地方 因为我们在延续 我之前所疑问的事情是 他这个evenstar 他现在看起来是 最近才把他加入 他自己的持股了 那我请问一下 那以前的持股 不是你持有的吗 是你连加持有的话 那请问一下 你赚的钱 是不是有到你口袋 那如果是到你口袋 那就赠予了喔 另外是你连加去投资 evenstar 然后把钱转给你 这个要不要说清楚 因为2500%不是一个小数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其实我比较在乎的事情是 因为我其实在很多节目里面 寓意有所指 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在evenstar里面 并没有担任什么重要的管理阶级 但是evenstar里面得到那个奖 叫做什么动态 这个面对这个特殊情况得到的奖 那表示你是不是在某种情况下 你取得别人取不得到的一些CP 我这样讲 我想连圣文先生应该懂我的意思了 那这里面是不是隐藏的有一些 看不见得光的钱 这你连圣文要谈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国外战券交易 你只要能够做一个牵线的动作 行情是5% 行情是5% 你现在说的是commission是吧 对commission 佣金 对佣金 行情是5% 我现在就要说 你是不是这个钱让你财富增加 你要讲清楚啊 我们因为你讲不清楚 但是那个问题就在 他这些增加的钱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很多人都在问 他今天看他没法相信 一个在海外打拼这么多人 他海外投资这边是零啊 然后好不容易爆出来的 恭喜 59万 台币59万 从这数字很清楚看出来 其他的增加的金额在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我们说存款部分 增加了1300万 那存款有部分可能从来自于股票 因为股票同时减少了1000万嘛 但是债券 那边基金跟有价增余 那边大增了1500万 这1500万 我们就不知道 它的来源来自哪里了 那也就是说 钱不会自己伸出来啊 那里面 那我说 那我投资股票赚钱好了吧 但他自己被访问的时候 他说对 他股票进出只有500多万 那500多万 跟这个数字又有差距啦 所以整体而言 我们就搞不清楚 你这过去这四年 增加了2500万 是怎么来的 那我刚才提的都是疑问 因为你没有把现金流量拿出来 所以我就问你的问题 根据金融的专业知识 问你的资金 是来自于投资所得 是 还是赠予所得 还是佣金所得 还是你其他所得 你要讲清楚啊 是 所以监察院不问的 恐怕选民都想知道 这段新高家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 多谢 好 根据最新的 平面媒体的民调来看 柯文哲支持度 以连胜文霸分极高 看好度 也胜过连胜文 5个百分点 但是未表态的选民 高达超 将近4成 到底要那来看 这些民调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报道 根据苹果日报民调 柯文哲支持度 33.9% 连胜文是24.8% 柯文哲 胜出9.1个百分点 而再看好度 柯文哲 32.5% 连胜文 27.3% 甚至在泛兰选民 已有五成表态挺联 还有超过两成要转挺 柯文哲 泛绿选民中 有高达86.7% 力挺 柯文哲 只有0.7% 支持 我们是把每次的民调 视为自己改进的一个参考 我想从星票案 宇昌案到MG149 大概主要是 台湾国民的水准也慢慢再提高 所以 所以那个效率当然会抵减 另外有时候就是 英文叫over 打过头的 就是说太离谱了 文学兄你知道 我就想到一个状况 吴玉生 2012年如果再打选战 是 吴玉生的竞选办公室 或他进行伙伴 去质疑民进党的对手 你告诉我 你对你太太的忠诚度 可不可以 开个清单给我 然后就把对方 最近这几年 只要没有在家里过夜的资料 插得一清二楚 你认为对方会怎么样 唉 这个 这几天各台 大家都谈这个问题了 谈吴玉生 谈那个 谈林盛文 吴玉生不能谈 因为我好朋友 不好意思谈了 都是两个结论 例如说哪壶不开提哪壶 第二个叫做 就是英文叫over 是 玩过头了 任何事情玩过头了 会出现一个dead body over my dead body 会有人死掉 over 然后后面叫dead body 所以说 这两个结论下来 就很明显 对谁不利 是 看起来 看起来 刚才说的 回火 开枪回火 回到谁身上 回到联盛文嘛 虽然开枪的人 可能不是联盛文本人 可是实在是 那要弯火 弯火 那这个每次选举都是这样子 是 玩过头了 都会有一种回应出来 是 那这一次选举 我们说实话 你是真正去比较政见 这我们刚开始的几次 什么地下道 地下车道 什么 再来看的就是什么 这个机场迁移 或是什么 这个 这个 殡仪馆 可是这两个多礼拜来 哇 这个MGE49 这也是创了世界纪录 包括 柯P 柯医师呢 我从来没有叫做柯P 叫做柯医师 他把那个用制粉式的 把所有财产都 所有的东西都弄出来 这十几年 十八年 这个 这个已经 大概新票案有一部分 那样做法 其他任何一个候选人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可是这个东西是我刚才讲 他弄出来的时候 对林社会人来讲 是痛苦的开始 所以这就是两点 还是回到那两点 再讲一次 第一个 就玩过头了 第二个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其实从我个人来看 我觉得 这个事情不见得是个坏事 柯P不是只做这事情 柯P还公布 他的竞选金贝 连选过去的人都知道 这个竞选金贝 其实是 常常常的 会是一个黑洞 所以 我是把这个看成什么样 这一点 可以补充一下 这个是太好了 可是问题是 立委们 千万记得 列入法里面 如果这样的话 台湾就不会有买票了 是 没错 台湾从此选举也不要那么辛苦了 是 那真的没有经济能力的人 他也可以赶出来选 因为永远不要让他有钱人当选 就是这样子 所以国陆兄 其实我这个角度来看 就我个人还有很多朋友 都不认为说 这个是在打泥巴掌 因为 我一直在强调 为什么监察院要求 或者我们为什么 廉政署要成立 就是怎么样 就是有可能当选 首长或民意代表的人 他们手上拿的资源是多少 所以就这点来讲 其实勿您是好事的 只是我一直很想问国喜功 那既然这样子 连胜文 为什么不能 就是大大方方的讲说 你怎么贴 我就怎么贴 你怎么打 我一定不会缺席 他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现在直接的问题出来了 他却叫人家去问监察院 或者是说去这一个 去跟相命谈 他能不能像 我直接 能不能像柯文哲一样 把我2009年 我当这个幼欧卡董事长的时候 我那时候40岁不到 或者说就差不多40岁 我已经有3千多万的现金 我已经有2千多万 4千多万的股票 我总总1億4千万 他能不能就公布出来 不是多少 而是怎么来的 还有机会 法律没有这样规定 不 今天PP 那些PPT项目 也不是法律人 我说实在 是啊 这个刚刚文雄雄讲说被回火去烧到 我觉得那不是回火 那是跳弹 因为把我开枪不是他开的 是 跳弹 榴弹所散 榴弹 但是他跳出来唱那支枪 他在旁边看着就榴弹所散 是 说实在 监察院 这个我们在申报财产 它其实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就像文雄雄所说 第一个看你诚实以否 因为你申报之后 他会去查 到金融机构查说 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存款 他是每个都查吗 我告诉他 我看 不是 抽查 抽查 好 那我请问一下 我问直接一点 谁敢去查联盛文的 原则 理论上是有抽的 我想那是没问题 我说实在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这一点你一定要相信 那我哪里可以不相信 吴副总统吴敦律 都被罚 这个恐怕是不是国差机密 吴敦律 连赞 他们都被查过 但是被检举 不是 他是一个 连赞的是被检举的 连赞的是被检举的 吴敦律是说 你申报选举的那个机费 所以你不要怀疑 不是不是 那个赔钱的公司 你不能用他的钱 不是不是 你们弄错了 那个吴敦律被查到 是看这个人姓白 对 第一个抽查看 第二查看有没有诚实 是 然后地政机关查一下 你相关的土地 那房屋是不是相辅 第一点 第二点其实比较重要 就是说前后年的 前后年的一个比较 你去年收入300万 为什么你今年申报 增加变成600万 就超过一倍以上 就把你列为可疑 你要一定要说明 钱是从内来 那他会不会问 你去年的300万怎么来的 他没问题啊 他今年才要选啊 所以他去年怎么来 他不会问你啊 因为我去年跟前年 不是嘛 监察 我们现在不是在谈监察院 是 你不能跟他讲说 那什么事情都找监察院 那照道理讲 柯文哲也说 那找监察院 等我选上找监察院嘛 这个问题就是说 连盛文他讲的 我这么讲他讲说 我不随之其武 他把这件事情当成随之其武 这什么心态 我说实话 如果说可以借这个机会 好像机会教育 让所有未来的参选人 都能够比他这样说 那最好 法律不会规定这么严 是啊 没有错 这真的是过严 所以说 好像两个本来是打 读那个有限度的 那种说哈你知道吗 到时候没有想到 柯文哲用说话 我整个都赶了 我全部 就像这个姚老师说 我整个偷光光给你看 那问题是 法律变迈 叫你说一定要偷光光啊 问题是 联盛文也没有转过身啊 那我 他就立 是啊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是这样子 联盛文他可以 考虑说他要怎么做 那我深信他公布这些财产 到现在这些财产 真的是字面 就是说资料上的财产 大家自己说 怎么可能海外投资59万 我跟你讲 真正他的财产里面真的 我跟你讲 就只有59万 如果多 他写少 不行一查就知道了 那是监察院 我在一直在讲 至于他这个钱怎么来的 是 只要不违法就好了 那是监察院 所以我们各位朋友 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 我还是我但是 你指财你钱财不合法 我还记得 文雄跟柯皮都讲的 总共才一亿四千万嘛 我们不是 我们只是在问 我们只是在问 他自己讲的人均 我没赴老爸 他老爸说我们家没赴我 这些钱都是我辛苦赚来的 所以现在台北市民 那这里是不能说谎不是吗 你刚刚讲说 这个选举什么拖空框 你说没有转过来 他说吧 他说没有转过来给人家看 他也没有正面给人家看 他不是转过来 他就扑上去说 来继续拖 对不对 这是联盛文继续讲的 所以我就讲 我们说用同样的标准 来检视所有的候选人 就是说 当然监察院有他的指责所在 监察院也有他的范围所在 我说他的范围就是说 你敢来補多少 监察委员他去查 你有海外不用报 那你报给我多少 我就接受多少 那我基本上我不认为 我这样稍微查了一下 你报的跟你的数字都符合 监察院就这么公布了 我的认知监察院是这样运作 但因为你今天选的是一个市长 我刚刚还跟瑞德哥聊天 你以联盛文来说很聰明的人 投资股票都输 反正你判断你有问题 输了还不认赔杀出 还坚持留在那里继续赔 那我就很害怕 你说把台北市民的未来 交给这样一个人 那死不悔改吗 所以我就还强调就是说 今天任何人 谁最有权利检视这两个候选人 当然是台北市民嘛 所以为什么今天你联盛文 必须要去接受提问 因为你会知道 这个东西你越闪避 越对你会有杀伤力 所以当然来讲 你今天投入选战 如果你今天不选举 当然你家今天要有多少财产 你连报都不用报 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 他在这个地方打口水战 你真的认为说 没有杀伤力没有问题 你卖去就好了 所以相对来讲 今天任何一个 今天既然你要投入一个选战 当然检释就是所谓态度 柯文哲他很简单 他告诉你说 我一次就是我当时 开始做医生 我们还没当时谈 我每年的所得是多少 我到最后我花了多少 开了多少 我有一个依据在哪 你说这中间没有个 几百块几千块几万块的出路 我也不相信 但重点就是说 大家会认为说 如果今天你一直强调的事情 到最后发现是个假的 我所谓假的意思是说 你一直在强调说 我不靠爸爸 我是靠自己 所以我讲说 连森文他当时讲说 我不是政治家的第二代 我本身我就是要做一个政治家 那你要做出一个政治家的样子 给人家看 同样的在财产的这件事情上面 国人其实在 不只是台北市的选民 所以这段时间 连森文一直在这个泥闹里面 走不出去 他讲过这是悲哀 可是为什么你走不出去 到今天为止 即便你上网 去接受所有的网友提问 我们看到你回答这个问题里面 你其实并没有 针对大家真正想理解的 我讲真的 观众朋友不是说 你这一千块 你今天对台来 你一万块对台来 不是 重点是一个态度 你如果今天 我们算得出来嘛 你说你在哪里做工作 一年年薪是多少 你说怎样 怎样投资 怎样 其实你只要交代一声 没有事情 但你不要讲说 我如果我有八百张股票 我只要卖掉一张 我就退选 那不是一个好的态度 那还伤了 你知道吗 是 但是这是一个好的策略 如果所有的焦点 拉到说 我这八百张 有没有卖掉 那 他可以说 有没有卖掉 他知道 那其他的 就没事了吗 那这段 先到这里 休息一下 好 各位朋友 联盛文9点钟开始接受PTT 网民的这个给问 那么最多的问题都在问谁叫 在问什么 在问钱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联盛文自己说 因为网友对他的钱 非常有兴趣 要是怎么谈的 他自己说 他说他第一个工作 在瑞士担任银行工作的专研 后来做到摩根斯坦利 投资银行的副总裁 好好好 那他讲到什么 讲到后来啊 后来他的老板 后来老板把他劝退 因为说怕得罪执政的名字 但是 他又担任什么 G1亚太创投的大中华地区执行董事 因为没有赚钱被并掉 后来整个投资部还被并掉以后 他觉得不行 我要去拭目基金 所以 他找两个合伙人 在香港成立管理公司 自己拿钱出来 总共700万美元 一整年 听清楚 一整年 三个投资人 创办人 都没有拿一毛钱 然后最后 2010年的时候 700万美元全部赔光 好 我现在要跟他说 你大家听清楚 他刚刚说一整年没有赚钱 如果我记忆你没有错的话 林胜文先生 他说1997年开始出来海外 海外要赚很多赚钱 扣掉两年 两年在优有卡公司 都当属定半买半修商 因为优有卡公司了解 所以他领半薪 钱都拿出来给大家 那干什么嘛 对吧 所以等于没有赚什么钱 刚刚说的 他有一年 没有薪水 没有收入 对吧 再扣掉一年 扣掉三年了 他终于1997年开始赚 所以 他终于15年 可以赚钱的时间 请问一下 三年多以前 他要开枪 那年有赚什么吗 还是说他人在家中修养 钱一直滚 15年好了 15年给他算 1亿4千万 1亿多 这样算 几乎一年要收入900多万 哎呦 1个月要贪八十几万 你知道吗 非常的厉害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今天有网友问他说 那人家柯文哲 都把自己的竞选经费啊 人家捐款什么的 都 泡在网路上 给大家这样检验嘛 你敢不敢 他说OK啦 根据规定 根据规定 竞选结束后 这些细目跟捐款都要公布 所以OK 人家是在跟你说钱嘛 你在跟你说捐款完毕 还有 我最不能接受 你一天到晚 讲那个监察院 不是说我所有的收入啊财产啊 都给监察院 他今天也有人要有问他这一点啊 那你要怎么硬硬啊 他说 还是那一套 我的钱 经过财产 经过监察院 审核了以后呢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当然是可以公开的 人家问他说 那到底什么时候公开 他说那是要看监察院 看监察院什么时候审 好奇怪 你保护监察院跟你自己po出来的 那是两码式嘛 你要po 你现在就在网路上po 就不是好了吗 所以其实 连圣文有钱 我们都不会怀疑 而是你爸爸说 钱都是你自己赚的 我敢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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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句话要贪 我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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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是怎么贪的 让我们幸福把东西拿出来 比较好的吗 是你拿得出来 你敢拿出来吗 你敢拿出来吗 你这么多 bleeding 你怎么说